這棟舊式塘樓位於深水埗南昌街 樓齡近60年,連地鋪共有六層 居民出入都要靠硬樓梯 大廈欠缺維修保養,玻璃窗爛了 電線及鋼筋外路都沒有人維修 你見到鋼筋其實已經是生了瘦 這些會不會流水呢? 這些肯定是瘦水造成的 鋼筋已經不是鐵來的 已經是生了氧化的物料 鋼筋很脆弱 還有很多條 Thomas從事多年物業投資 他估計類似的堂樓 但深水埗區就有千多棟 連同灣仔、尤尖旺、九龍城等舊區 樓宇老化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2021年舊樓在全香港大概有10,000棟 去到2046年、35年之後 其實會佔香港樓宇50% 增長速度其實是非常之快 而70年以上的樓宇以上的單位計 在今年的數字和2046年相比 其實是相差300倍那麽多 其實那個增長是非常之大 政府提出營救降低舊樓的強拍門欄 可能有目前必須集齊八成業權降至七成半 或者更低 就可以申請強拍 加快舊區重建的進度 Thomas認為 會有更多舊樓 符合強拍條件 自然是七成或者七成半 去降低強拍門欄的話 那無疑是能夠解決到 在舊樓重建方面 遇到業權去難以集齊的這一點 上面是可以幫助得到的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所謂要重建的舊樓 其實都是一些地積比率 使用比較低 比如好像深水埗很多舊樓為例 都是五、六層的單位 而整棟大廈只有十幾個單位 如果以現時八成來說 只有兩個人不買 其實這棟樓就不會有重建的機會 所以如果能夠放寬到大概七成左右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是令到整件事能夠更加容易去推動 是不是那個比例越低 就一定是越好呢 其實當然不是的 我舉個極端一點的例子 假設將這個門檻完全取消 只要發展商去看中哪個地段 就說想去強拍 就去證明這棟樓是有重建的價值的 這個極端的情況下 第一件事就會令人覺得是一個觀賞勾結 對市民的看法不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他又說由於土地有限 加上業權分散 難以在舊區發展大型的重建項目 預計牙籤樓會越起越多 為何單棟樓會起出來 好像剛才說的紮紮長長呢 其實也是因應所謂建築物條例 以及地契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會影響到一棟樓的外形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一個地盤 如果是一個class A 的地盤 其實它只能夠在土地上 居住宅的部分是有33.3% 它就不能夠用完整個地盤的面積來起住宅 所以譬如這些諸如此類的建築物條例 或者高度限制之類 其實都會影響到接下來發展的方向 都沒有辦法的 只能夠地盡其用 在可以發展的空間裡面 譬如現在最常發展商喜歡的 就大概是3,000至5,000呎左右的地盤 相對地就可能是收購的時間 又不會特別長 而可以投放下去的資金 亦都不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資金 在一個可控的成本之下 就發展一個新的發展項目 感恩了